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也祝各位聽眾新年快樂 2024年可以平安 也很順利 因為這是我們新年第一集的節目 不過可能我們這個新年變不快樂 爸爸也知道現在來自殷先生的案件正在審 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 雖然國際上的反響和生活都很大 但現在看到裡面的細節慢慢漏出來 我看到有些KOL說的很荒謬 天大的笑話 班牙你怎樣看黎智英先生這宗案件呢? 很不合理的 我想其實外界那一宗 當然真的有他的原因在裡面 第一就是他現在在說什麼呢? 我相信最近大家在新聞上看到最荒謬的事情 例如他追蹤了什麼什麼政要的traitor 追蹤了traitor 也是一個證明了黎生的心態 就是這樣 控方這樣說 然後連那個官都叫一聲 那你就知道那個官已經是指定法官 那你就知道 其實這件事真的挺荒謬 又說他跟一些駐港美國駐港總領事 就是前美國駐港總領事 或者是一些外國的議員等等 勾結等等 他們就馬上出來說 喂 大哥 沒有啊 就是 你本身 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有一個好結果的機會 其實是相當之微的 整件事 港共都是砌一場大戲出來 終於知道就要砌你了 那麽需要有的罪名 你要在現在這個法庭找到一個公平的審訊 其實是相當困難 但是 我想最後件事的結果 如果結果沒有太大驚喜的話 都是會再進一步加速了國際和香港之間的脫漏 就是你香港你選擇做中共的走啊 就是你選擇做一個中國的城市 就不是一個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啦 既然你都不服用我了 那就更加加快去折走啦 應該會有這個趨勢的出現 其實我們這一刻 可能Badget都在我這個頻道做過一些節目的 就是美國對香港的話題都頻頻出手啊 可不可以這樣說啊 就是 無論是對香港駐美的建貿辦 也就是要制裁香港的法官啦 武官啦 這些方面都有不少的動作的 你剛才說 即是你自己的案件的判案 就可能加費香港和國際去脫勾 那你覺得美國 可不可以講 那這一次中共對這個案件的判決啊 或者是防軟手腳啊 我覺得近來呢 反而那個法庭是有少少 起碼可能有一派的看法呢 他們是想照著照著 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就算了 就是例如輕判啊 或者就是例如袁榮光禁制令呢 之前還沒說的 那余若凱就是政府那邊代表的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呢 就是不斷想咬死她的嘛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金制令的 那那些官就在那裡拖著拖著 你都見到呢 似乎若隱若然呢 因爲有一派的看法呢 是覺得 喂 其實真的不要這樣玩啦 就是你玩壞整個遊戲 那對大家都沒有意思啊 那但是這一件事情 是否習士政權 今天那個權力核心 那個想法呢 那這個就有個疑問了 就是起碼我們看到 在政府一方的做法呢 他都還是想非常之 就是如果我們用回現代的政治術語 就是非常之鷹派 非常之強硬 這個是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但是法庭那邊呢 似乎是有一些 踩出踩入那種的想法 那我想 對於現在 就是起碼在美國那裡的環境 我比較熟悉一些 有幾宗案件是他們應該比較印象深刻的 《蘋果案》 《立場案》 因為這些媒體的自由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遇生俱來的一件事 就是你知道美國這裡 都有一些親民主黨的媒體 都會有一些親共和黨的媒體 是不是 那難道一個黨上了台之後 就殺了 就是去告另外那些支持其他黨的媒體 就是每個媒體 它有自己的立場 有自己那個 對社會經濟等等的事情的看法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就不是 哦你要抓人封鋪 還要主事那些全部都抓回去 全部的《國安法》不是這樣 那所以這媒體被打壓呢 其實在美國這裡的反彈是相當之大 那當然啦 因為這裡的輿論也會幫回 因為大家都是媒體行家 大家覺得那件事不合理 所以輿論的壓力就相當大 第二呢我覺得是47人浪 就是民主派初選的案件 因為你也知道啦 現在美國都在做很多初選 因為接下來總統大選 就是初選在美國這裡是非常等閒的一件事 在任何的民主國家裡面呢 其實都非常之正常 當時他們聽到 哇搞完初選之後 不知道搞那幫 連選那幫都被人抓了 怎麼搞錯啊 這些事情 特別是國會啦 因為他們都是經過選舉出來的嘛 那麼 他們會覺得匪夷所思 那件事 而我相信經過了這一兩三年呢 其實那些主要 處理外交事務啦 對華政策等等的一些次分者 其實已經全部都做了最壞打算了 說你如果不釋放黎智英的話 就會制裁你的法官等等的事情 但是其實 大家都已經做了一個很壞的打算 那我也都相信是 就是他們的角度 就可能會比較整體去看一件事 就是你香港以前 就是你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國際的金融中心 就是你服務的應該是全世界的嘛 OK 如果你今天 你打算 做一個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 做中國的爪 那這個世界就當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看的了 那我不用給你面子啦 以前又給你幾個薄面子的 是不是 那現在就那些特殊地位啊 那些什麼外交官的那些 privrage啊 就不用給你了 是不是 再進一步了 那既然是這樣的 就當你是中國的其中一部分 那現在 世界對中國的態度是怎麼樣呢 就是Decoupling 所以呢 你香港現在整人說 沒有外資來啊 股市又死氣沉沉啊 那些人又走啊 但是又沒有新的人來啊 為什麼呢 就是 你選擇了做中國的其中一部分嘛 那現在全世界跟中國Decoupling 那你就是 跟你一起Decoupling 那就沒有人來香港啊 老實說啊 如果他不需要去做中國的生意的話呢 他來香港就沒什麼意義啊 那你香港有多少萬人呢 不是七八萬人 還在走 那我來這裡又沒有什麼大生意可以做了 是不是 那不如省一省吧 你香港的肥份也不便宜啊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喂 那我要重新 可能要 要看看 究竟現在 香港那個 社會狀況啊 或者是 法庭是什麼一回事啊 那可能要 要調整一下 那些政策的方向 可能是這樣 但是如果那些結果 不是太有驚喜的話呢 就 按照現在的趨勢 繼續走 2024年都是 那特別是 大選年之前呢 那就 大家都會爭做好人的嘛 就是 你做哪個黨都好 你都會爭做一個好人的嘛 那這些事情呢 就 可能會再 就是這些案件 如果在2024年這裡審 預計都是在2024年審完 幾宗我剛才說的案件都是 那 那 會不會進一步 趨化了一些更強硬的制裁呢 或者加速了整個 西方國家 對香港的decoupling呢 但是 我相信 你以後這個機會 是的 所以你說 否則 香港就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不過我覺得 另外一段案件呢 可能大家都 關注的 那有一個26歲的 香港的年輕人 他做一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衣服 有利件 誰知道被一些職員發現了 去拘捕 然後國安就抓了他 那當然是告他 什麼管理要煽動刊碼罪 或者煽動之類的罪 一旦他認了罪 他下個月十後會被判斷 那現在他都還押緊 那這個給人感覺了 你做一做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衣服都不行了 現在香港是一個很真實的一個怎樣的 政治環境壓力的縮現了 是不是 很明顯是的 那都是那句 回到2016年 我大把那些衣服 不是那些選舉口號來的 我以前 天旗啊 接著我接了下來 都是這句選舉口號來的 所以我們那些衣服都有這句 不知道家裡還有一件的話 那是不是又是煽動呢 煽惑呢 其實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但是 我想 我都一二再再二三提出 除非 你是有這個心理準備 去做這件事 否則 我想大家是要知道那個風險 在哪裏 今天香港機場 我看這些報道 就應該是保安 但是你不知道那些保安是什麼 那些保安去舉報給國安聽 那國安就抓了他 其實現在香港的機場 我走的時候 我走的時候 因為還是一些武漢肺炎 封關 那很多奇怪的人 你會看到就是沒有行李的 就是進了閘的了 但是沒有行李的 在那裏帶著耳機走來走去 那些呢 是很多的 現在香港的機場 那現在可能多一點人 你就沒有這麼覺眼 就是 起碼有些人做一下掩護 但是 他們的編制 會不會因為這樣減少呢 那所以 就是大家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就是 機場不是一個特別安全的地方 是的 應該要有這個這樣的 心理預期 是的 我們預測一下 我們預測一下 2024年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自己都寫了一篇文的 我想第一個最容易猜的 就是 香港樓市會繼續走 是的 這個是 我寫了一篇文的時候 你不用想 都可以預言的事情 那 其實 過去幾十年 香港樓市這個 不敗神話 就是 它長聲長有的 那幾十年 那是基於什麼因素呢 那其一就是 人口不斷增加 那樓市始終是人住的 那沒有人住就沒有對房屋的需求 那其二呢 就是世界的資金是願意投資在香港 那但是 你這幾年 港共 中共不斷搞 那越來越多香港人 就離開香港和其他國家生活了 那 那 你新輸入 你說不是 那共產黨都和你輸入很多所謂的專才 我當那些專才有錢 那 都不見得他們是想著在香港這裡做他們長遠根據地 是吧 那你不當 香港是長遠根據地 他們最多可以租樓啊 等等那樣東西 或者大灣區住啊 那 那 那 所以其實如果人不斷減少 那 就是 據隔壁台的那些 統計呢 就大概 由2020年開始呢 就應該 香港 香港 靜 離境 的人口呢 應該是 60萬 那 你用 香港一個 平均一個單位 住著2.5人呢 其實你便算到 就是 少了幾多個單位的需求 那 人不在了 那 那 那些房屋的需求也都走了 那 所以 如果 你又看回 就是我們經濟學最簡單 是吧 Demand and Supply 剛才說了 Demand 但是你 Supply 那 你香港政府又要繼續 奶共啊 又要繼續 破金啊 又要繼續搞大八丈啊 那 什麼明日大嶼啊 不保得會區啊 那最後你要埋單 怎麼辦呢 現在就財赤一千多億了 那最後又是要購賣地 那就是說你會推更加多的地出去市場 因為你現在 第一 你莫財 第二 原本一塊地買一百億的 現在買了三十億 那我 我希望要推多三塊出去 我才能填到一條數 那 所以 整體而言呢 其實 香港的樓市繼續 是向下發展 其實很容易去 預言的一件事 那 另外就是 我自己預計呢 全世界呢 是會踏入一個經濟的衰退期 那 其實說了很多年了 什麼環球息口上漲啊 國債 就是美國國債那個債息倒掛 經濟衰退啊 那 說了兩年左右 那 但是衰退呢 就遲遲都未到 那 現在呢 市場主流已經猜衰退是不會來的了 OK 那 探討這個衰退會不會來之前呢 其實我們要首先知道衰退可以是什麼狀況 先 它可以是呢 例如97 或者08 就是97金融風暴啊 08金融海嘯啊 地圖炮 全世界宇宙大爆炸 那樣的經濟急速向下行 但是呢 它同樣也可以是 好像日本九十年代那樣 就是它迷失這麼多年呢 它是慢慢向下行的嘛 它不是突然突然爆發大爆炸的嘛 那這次呢 就算 就算 它不是 那個 就是 就算它不是 我說的那種 大爆炸形式那種的進行 其實你已經看到了 有一些呢 是 跟中國 相關度 比較經濟體 就是呢 德國啊 日韓啊 香港啊 等等呢 其實呢 已經踏入了經濟水平 德國經濟呢 其實在2023年7月到9月 已經萎縮了0.1% 那不要以為日本股市表現很好啊 那日本其實GDP今年也是下跌的啊 那香港更加可想而知 讓大家感受到的 所以其實 這次的經濟水平的源頭呢 就是中國 那 那中共呢 因為他們那個政治的利益呢 它不可以容許 經濟是崩塌式那樣下跌的 因為這樣會影響它政權穩定嘛 那就無所不用其極啦 那就慢 減慢資金外流啊 和經濟下行的速度啦 那但是 減慢而已 但是地方政府和內房債 就不會因為你減慢了經濟下行的速度啊 解決的嘛 更加多的行政措施也好 如果它不需要去夠 即是未變得夠便宜 中國只會變成一個呢 比90年代日本更加慘淡的殭屍經濟體 那而 我相信 今次 和一些中國相關度高的經濟體呢 會有一段都幾長的時間是要壓的 例如是 剛才說的 德國啊 日韓啊 這些呢 或者是 東盟某一些的國家 其實可能都會幾 就是 會有一個幾長的時間 難難的時間 看回香港政府做新一季的賣地計劃啊 沒有推住宅地喔 沒有推商業地喔 就是推一副公義用地 又看回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的收入呢 原本呢 計劃呢 就有850億 現在只剩下80億 加上50億的保地價呢 就是 總共賣地價 只剩下120多億的收入了 所以從這個 還有呢 就好像有 北多維那邊 有幾副的 怎樣發展商的土地 它不願意保地價 政府就收回人才來 我記得好像是懦副天龍 就是發展商不要土地 不保地價 連你政府收回去我都不要喔 這個現象基本上是幾十年來的首次 好不可以這麼說啊 真的沒有出現過 因為 我想政府不賣地呢 我也是剛剛做完這個訪問 我就說 那都很合理的 你推出一些地區都沒有用的 都沒有人買 是的 那為什麼沒有人買 就剛才都說了 因為 我想 當我們經常說地產地產呢 其實我想我們要分開做兩個層面的 第一個就是商業用地 第二個就是 住宅 是的 那商業樓宇呢 就全世界都差的了 現在 那為什麼呢 因為武漢肺炎之後呢 大家在家辦公室嘛 那或多或少呢 其實對於一些辦公室呢 那個需求呢 都是減少了的 那香港就更加了 因為 其實什麼人 或者什麼 entity 要用 商下呢 是生意嘛 但是 你政府搞了一大輪 又國安法 又送中 又 又23條了 是不是 還哪有生意上來啊 是不是 還哪有生意 在香港那裡 會 會 就是 你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你會不會 還想在香港那裡 establish一些生意 不是啊 看一些商業登記數字 好像可以的 有些什麼俄羅斯什麼 俄羅斯什麼 俄羅斯什麼 那些全部都走來香港那裡開的 嘿 你不是有間公司 不是有個商業登記 就會租辦公室的嘛 那些是可能找間秘書公司 頭期找個地址 就開了間公司就算了嘛 是吧 你要真的 在香港這裡 營運一些生意 你才會需要在這裡有個商業的單位 那所以我又看不到 現在有些什麼公司 會把總部啊 或者一些辦公室搬過來香港 那所以那部分就 自然 那你今年其實也看到 香港的甲級 商業的空置率都很高 那 所以我想這個是雙重夾境 那住宅 剛才我第一個預言都說了很多 就是 那你人口減少的嘛 有什麼可能 就是 坊間就 就說 很有趣的 就說什麼高息環境啊 就是等等各樣的事情 所以就 那些樓價就下跌了 又或者是一些辣椒啊 那樣子 那樣子 那我想說呢 高息環境不僅在香港的嘛 你香港都沒加夠 沒追加到 是吧 美國不高息的嗎 加拿大不高息的嗎 全部的樓市都升到慢慢升啊 剛才我說的那些 是啊 我們在美國就明白啊 那些樓價真的居高不下的嘛 那 那 真的證明其實 不是很關你的息口 是的 息口可能是短期影響了一些買家 想不想入場 但是 長時間來看似乎 就跟你那個 人口 那個結構 就是人和資金 願不願意 在香港這裏投資和生活 我覺得是更加密切的關係 那 而今天 就是2024年 究竟那個趨勢 就是那個向下的趨勢有沒有改變呢 我覺得沒有 那 可能變本家庭 就是你再 再 再判幾單 那你 美國又加了那些制裁法 那 那你 就更加差了 是的 那 香港政府就 就 有些大預言 我可以加多一個 香港政府今年會想加稅 是的 因為 你 現在就 才1,700億 左右 我不知道 那些賣地收入 計算了沒有 那 如果他還沒計算的話 就過2,000了 那 就算我不搞那些大白帳 我都要找些東西電做的 那賣地又賣不出 那怎麼搞呢 那要不就 就 便宜便宜便宜 那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加稅 所以我的恐怖大預言 我猜香港政府今年會講加稅 不知道加什麼 是的 但是他開始要留 因為 他的身家會燒得很快 你覺得如果加稅 會加些什麼稅呢 就是你以為之前 其實你去講了 可能一些消費稅 是一些大稅來的 就是 什麼叫大稅呢 就是人人有份那些 因為之前他一直不敢動的 這些稅 為什麼呢 我動這些稅 其實就是 每動一個稅 其實就是搞自己的 在經濟學裡面 永遠都是這樣的 因為你政府是沒有什麼效率的 其實 例如什麼呢 帶什麼大稅呢 新鳳稅 尼德稅 那些就是大稅 呃 或者是 那些消費稅 那些就是大稅 就是人人有份 但是 你想想 你加完消費稅 消費又少一些 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無端端 我不用交稅 現在要交到五元 我當然要買少一些東西 是不是 那你特別在外國有限 就更加了 啊 啊 你加利德稅 那些公司就走快些了 啊 你加新鳳稅 哎 那我原本還在想 去不去新加坡 好的 我現在馬上跳過去了 是不是 那邊的稅比我來的 那很正常 就是 呃 香港人 我們自己 離不離開香港 可能我們會有很多事情想 但是 其他 國家的人 或者是資金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他們沒有民族意識這件事 錢是沒有民族意識的 是不是 他們不用鏡石著你 在香港的 我哪裏便宜 哪裏有機會 我就去哪裏 其實是這樣 所以呢 其實 我猜政府 是要動那些大稅 因為 他不動那些大稅 他連臉數都算不上 三年就跟你輸了 那些儲備 但是他一動那些大稅 他又更加有 多些生意 和多些人 那我不知道他怎麽搞 那最後 不過我恐怖大預言 都是 他今年會 整些大稅 大家談一下 那我估 那我估 消費稅 如果你要我估一個 嗯 好像有一些 建制派的 立法會議員說 是不是 收一些資金利景稅 資金利景稅 或者人途利景稅 那你香港整個金融業可以馬上接下去了 是不是 就是說 喂 我以前 為什麽你在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就是我進出都做到 就是一個金融中心最基本就是這樣 給油不給出的就沒有人會上當的 一段股 是不是 如果你說 我收資金利景稅 就是說 我每兑100元出去 這樣呢 我就收回你1元 這樣 這樣就不同 我說 你立刻 你去投資入香港的錢 哇 寫包單 立刻 不見實 肯定 沒有 那麽沒有腦子的 就是你香港的金融業已經是 就是被人叫金融中心為止 他簡直是 想由為止變成股毛 大佬 就是為止 都還有些東西在那裡 是不是 那股毛那些就是 簡直已經概觀定論 就是 就是 救回都要灑藥費的那些 就是 這些就是 他陸路離境稅 你夠不夠敢收啊 是不是 那哪個會由陸路走啊 就是你 你美國人來香港 他不會陸路進來的嘛 那更加不會陸路走 是不是 或者你歐洲的旅客 來香港 他不會 會不會 拿著車過來 不會坐火車過來的嘛 那你哪些人會陸路離境呢 就是 那些中國過來的遊客 那你的建制派 夠不夠膽說啊 你收我又歡迎啊 第一 收就 都不會多的 老實說 你收得他多少 收他十元八塊 好嗎 那你 那你有多少人 就是 你交到多少 那條數 其實 對你香港今天那些財政 沒有什麼幫助啊 第二就是 喂 你米飯班主來的啊 你夠不夠膽說呢 如果你夠膽說我 我夠膽支持你啊 不知道講那個人有沒有想過啊 Anyway 嗯 嗯 其實 24年 就是 還有什麼對香港 和中國的建制 其他的一些 要七線的言論呢 嗯 嗯 我猜呢 那個 國債的市場呢 是會繼續成為資金避難所的 是的 但是呢 我最豁護的就是 Ex China 就是中國以外的國債市場呢 會繼續成為資金避難所的 那 那 就是 因為呢 其實我猜呢 你環球股市呢 全部都歷史高位呢 就總不會一度向上啊 那 當你 全世界都收水了 那環球股市的歷史高位了 那你下行的機率 和空間呢 就一定比上面高呢 是必然的 那你市場慢慢消化了這一點呢 那最後那些錢避險 那要不就黃金啦 要不就國債啦 那但是你中國 又經常都不還錢的嘛 最流行的啦 那所以就 哦 那中國以外的國債市場 會成為資金避難所咯 是咯 我估計是這樣 大浪地 那你 中國那個經濟就 它的罩門 或者它的問題一直都在 就是它是那些內房了地方的債問題 那你一直都 我給它們的 我不是說 你印不知多少億出來買債 它們可能會搞定 或者你如果桌底原來就有這麼多錢在那裡的 我買了垃圾債回來就可以了 它又不會 是的 或者它沒有啦 那所以你會看到 那些內房又繼續在那裡 半死不活這樣 清益盤都清不到 好像亞視那樣的 死益都死不去 因為 因為 共產黨不讓你死 你死了 銀行要下保 那下了保 就很難看的 那條帳 所以不讓你死 但是 你又生存不到 那你繼續在那裡 吊著 殭屍在那裡 大家又 又 什麼搞 失業也又高 我真的不知道 它的經濟可以怎麼救 都是那些 可能慢慢地向下走走 有空 三天五十五天 到時候你又會問我 哪間內房又爆雷 就說 是這樣的 差不多到時候就會爆一間 他們真的沒有錢還 你給點時間它都沒有用 因為它現在根本就買不到樓 沒有人買樓 那你的錢從何來呢 你可以繼續由銀行借 但是銀行的錢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全部 但是你還不到錢給銀行的 那件事就很有趣的 你看回 就是內地就算 最厲害的那些企業 就是比亞迪那些 算最厲害 你看到 如果你查回那條數 它今年好像賺210億 但是有140億是國家補貼 所以就給歐盟查它嘛 要用 就是反傾銷去查它嘛 就不讓它的車進去歐洲 因為你國家補貼 大哥啊 賺210億 你國家就支援了140億 那不對勁啊 那你歐洲那些車行 怎麼夠你砌呢 沒得跟你砌 歐洲的車行是自己吃自己的 是自由市場的產物來的嘛 你就拿國家補貼車出來跟我砌 那所以 我猜 整體而言呢 就是中國那些企業呢 可能很多都會 遇上這個狀況 不只是內房內 實際內債的問題 就是 我原本一些出去打的企業 慢慢就被人發現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便宜呢 原來 你是國家補貼了你的 那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 我國家沒有錢 不補貼你住 那你就做不了了 你這盤生意 你沒得這麼便宜買一部車出去的嘛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其他國家發現了這條稿 有些農料 就不讓你進去 是啊 我想 Either One的情況 會在2024年那裡出現 嗯 那香港的經濟 之前你說 就是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你說變成為止 現在變成鼓舞 那香港未來的經濟 它究竟靠什麼呢 4元沒得扣不住 扣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會扣不住 扣什麼呢 嗯 其實都沒有說不行的 你還沒幫塔利班那些集資 對吧 就是 其他那些就 沒得你做的啦 是不是 是來都不來你這裏 那你還沒幫你俄羅斯啊 那些去集資就算了 但是 都是那樣東西啊 你要集資 首先要有錢去願意去你那裏 對吧 那你想 就是那些所謂什麼一帶一路啊 或者中國那些 僅餘的盟友啊 全部都窮的啊 那就是說 他們沒有錢過來放在你那裏的啊 是由你那裏集資走的啊 那問題是 你以前香港還有一個吸引力 就是你資金 那油脂還會在那裏 今天你香港還吸不吸到那些 這樣的油脂在那裏呢 我就好有疑問了 那當大家原來都是來 拿錢走的 那那那些錢 哪會生出來 那重要啊 嗯 2008年開始 全世界是QE的 就是一個量化寬鬆的環境來的 但是由2023年開始 就轉了啊 現在是QT的啊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緊縮的貨幣政策來的 就是全世界的錢應該是越來越少 減少的啊 在現在這段時間裏面 OK 那 我就問了 那全世界 OK 你就現在想做一個 幫人集資的一個地方 我不知道你幫 塔利班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隨便吧 你想幫人集資而已 但是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我看香港連這個能力都沒有啊 那到最後了 就變了 那些在廟街那裏搞的夜繽紛那些 那些 那這些 養不起香港啊 養不起香港啊 真的 以前 你說說 那一家律師樓做的交易 做IPO 可能 夠養整間律師樓 一年 但是你廟街做夜繽紛 你要做 做多少你才可以養護這個城市呢 那所以 整體而言的狀況應該都幾差 那 唯一 就是 我想 那個狀況比中國好呢 香港就是 沒有失業潮 因為那些人流失 就是你生意流失 但是你 人都流失 所以 分子和墳母一起減 就 還沒有人失業 但是 是啊 我看不到 有什麼會好轉的跡象 那特別在那個政府的財政上面 就很反映這一點 就是 因為你生意走緊 人走緊 就算你失業率沒有升都好 因為 那我的身份稅 還有 你得稅都會減的 那你 所以你見到政府的財赤是越開越大呢 是 都有個原因在那裡 接著